好,現在要來補充說明一下有關於這個成語查詢系統之後 我們用同樣的方式也可以建立這個所謂的北縣藥局查詢系統 那它的步驟主要有八個項目 利用同樣的方式,這也是我們前面這個成語查詢系統所做的動作是一樣的 那首先的話呢,是新建立一個資料庫 那資料庫名稱呢,原來我們叫北縣藥局.mdb 不過要把它改成英文 因為呢,Zoomweaver在這個地方不支援中文的這個資料庫名稱 第二個就是在這個你的地底底下建立一個資料夾 這個地方最好也把它取成英文名稱 叫做Medication,就是這個藥物的這個名稱 第三個步驟是建立一個在IS裡面建立這個虛擬目錄 那名稱也是一樣叫Medication 第四個步驟在這個Zoomweaver8底下呢,建立一個網站 那步驟的話呢,我想我們做過很多次了 那再來就是建立一個所謂的這個動態的一個瀏覽的網頁 叫Read,那再來呢,建立一個所謂的查詢的一個畫面 就是一個是表單的部分 那一個就是查詢系統 那這個地方主要查詢名稱 那再來03是查詢地址 04的話是查電話 05的話是查全文 那最後呢,再做一個index的首頁 並且把他們這一個網站 加入共用邊框跟布巾主題 那最後呢,我們再加入一些Java的AppGates的特效 跟JavaScript的特效 那我想最後一項呢,這個是你可以自由的增減 好,那我們接下來,我們先從第一個步驟開始來看